日前才发生刚出生的女婴遭到医护人员烫伤 而现在有产妇家属出面指控同一个体系的妇幼中心 在替产妇剖腹时不慎捡到了女婴的左耳 导致耳朵有两公分的裂痕 但是院方否认双方说法不一 预计将在六月中进行医疗调节 小女婴刚出生时身上插满管子 从妇儿庵妇中心转送成大家户病房治疗 这一张照片更令家属心痛 因为小女婴的左耳约有两公分的裂痕 家属出面指控 庄性医师在替产妇剖腹产的时候 竟然捡到女婴的耳朵 小女婴疑似头较大生产过程卡在阴道口 无法顺利自然生产 庄医师表示当时有建议家属同意剖腹 却遭受拒绝 但家属认为那时候已看到婴儿头部在洞口 应该快出来了 所以才用安抚的口气叫产妇撑住 医师当时入觉得有必要剖腹 应该要坚持让家属签同意书 另外家属还认为婴儿一度心跳呼吸停止10分钟 医师才坚决要他们签下剖腹同意书 没想到事后竟然还得知医师减伤女婴耳朵 那急救的时候我们出来的时候 我完全没有注意到耳朵有伤口 因为我们就是担心他呼吸啊什么 我们就是正在急救 然后给他一些急救的药物 那小儿科医师当时也没有告知我说有伤口 我们完全没有人看到 亲眼看到那个伤口 医生 医师否认女婴心跳停止 也说明没有剪到女婴耳朵 由于双方说法不一 卫生局已进一步安排医疗调解会 联邦报 周伟真 台南报道